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大猫说车 前天我弟弟的车子电池坏了 他就问我 嘿哥 电池该怎么选 作为一个汽车中的损耗品 电池的更换周期 一般在三到五年 那么我想趁着这个机会 给大家做期节目 讲讲汽车电池的一些知识 也让大家对汽车电池选购有个了解 说到电池 那我们肯定先说说 大家最熟悉的电池品牌了 我们小伙伴们一般换电池 会去附近的汽修店 或者汽车配件店 这些店一般都是买电池 免费给你更换的 除非你开的是 比如说德系 或者一些豪华品牌车 换电池必须要拆这个 又要拆那个的 还需要外接供电 防止电脑断电 一般的维修店和汽车气配店 对普通的汽车 都是免费更换电池的 首先我们来说说 美国最大的连锁店 AutoZone 他们就有自家的 贴牌电池出售 叫Duralust 他们的电池 其实和沃尔玛的 自己贴牌电池 Everstar 是一个代工厂的 所以大家如果自己 动手能力强 可以去沃尔玛 直接购买电池更换 还有一个名字 非常霸气的电池 Die Hard 中文名翻译过来 叫做四字不了电池 这个也是美国一个知名的 连锁气配店 Advanced Auto Parts的旗下品牌 还有很出名的 ACD 中文名叫德科 它是世界一个非常出名的 汽车配件代工商 不仅做电池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 美日德系车上的零配件 都是它家名字的 它的电池 一般可以在美国知名的 Already Auto Parts 连锁气配店买到 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气修店会使用 包括像Interstate Bosch Napa 还有什么 Acid Power 包括很贵的 做传用电池比较多的 Optoma 大家在选购这些 大品牌电池的时候 其实它的做工方面 差距并不是那么大 并且根据电池 你购买的等级 提供一到五年的 保修更换 所以在选购电池的时候 只要是大品牌电池 都可以放心购买 但是在购买电池时 最需要注意的是 电池的种类和电池参数 那我们从电池的种类 开始说起 这里和大家说清楚 现在市面上 基本出售的 都是免维护汽车电池 所以那些偏门的 离子电池和 需要维护家业的 千酸电池 大猫 我就不和大家在这里 烧脑子了 说回免维护电池 我们能接触到的 基本就只有两个种类 那就是千酸电池和 AGM电池 千酸电池 大家应该最熟悉了 一般看到 电里给你换个价格不高的 汽车电池 都是这里 这也是千酸电池的 汽车特点 便宜 质量稳定 易于制造 缺点就是 冲放电次数 不是那么多 容量稳定性不佳 在气温低的时候 电池启动特性 会下降的很严重 所以小伙伴们可以看到 冬天很多车 放了一夜 打不着火了 电池缺电 就是因为 千酸电池的低温特性 它并不是那么好 但是 现在有些厂商 为了改善 千酸电池的寿命 和容量稳定性 采用了一种EFB的技术 即增强型 副业式 蓄电池技术 EFB电池 是在传统电池技术上 通过调整活性物质配方 以提高电池的 深循环性能 此外 增强的内部 集群组装配强度 让普通的 千酸蓄电池 提高寿命的同时 又具有了更强的 抗震性能 好了 再说说AGM电池 AGM续电池呢 是指隔板采用的是 超系玻璃棉材料的续电池 目前呢 德系 美系 主推的就是 AGM技术 其原因在于 AGM有以下的优点 一 AGM的电池 循环充电能力 比普通的 千酸电池 高三倍 具有更强的 使用寿命 二 AGM电池 在整个使用寿命 周期内 具有更高的电容量 稳定性 内部损耗 比千酸电池 小很多了 三 电池的启动特性 更加可靠 冬天启动 更加的容易 四 AGM电池 有利于降低 事故风险 它没有酸液泄漏 所以它有助于 减少环境污染 当然了 AGM电池 也是有缺点的 首先 AGM电瓶 不耐高温 一般不能安装 在发动机舱内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 很多ABB的豪华车型 电池都是安装在 屁股后面的 也就是后备箱里 和他们使用 AGM电池 也有很大关系的 其次 AGM电池的价格 相对千酸电池价格 可以贵出 三倍之多 但是 这些圈点 并没有阻止 AGM电池 在其擅长的领域 发挥作用 并且 伴随着车辆用电设备的与日俱增 尤其是对电池要求很高的那些 带车辆 启停功能的汽车 还有带冰箱 咖啡 加热 等等 这些用电大户的汽车 AGM电池 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能量保障 这也使得 AGM电池 在更广的一个范围内 被车厂们 尤其是豪华车厂们 所使用 这里可能 你开的是 奔驰 宝马 奥迪 等高档车的朋友要问了 我的车 并没有 启停功能 是不是可以用普通的电瓶来代替 我在这里给你的答案是 不能 我拿奔驰的来给大家举例 奔驰的比如说 S系 ML系 GLC 新款基本都是AGM电池 从70A到95A不等 虽然S没有带启停功能 对吧 但是它有车载冰箱 咖啡 加热机 后座 DVD 影视 等需要供电 用普通电池是行不通的 蓄电池业内有人做过一个测试 用普通蓄电池 代替AGM蓄电池 结果 三到六个月 普通的电池报废了 豪华车型的用电设备 使得电池对深循环特性要求特别特别的高 所以 原本车厂如果你使用的是AGM电池 小伙伴们在这里选购电池的时候 千万不要因为贪图便宜 觉得选普通千酸电池就OK了 说完了电池的种类 我们再来说说选购电池很重要的一点 电池的参数 我们购买电池的时候首先要找到对应你车型的电池型号 比如常用的有H7 H8 H9 在契配店或者他们的网上在买电池前都会让你选择你车子的年份 还有品牌和型号 大家只要根据自己车子的年份品牌选择就能找到合适自己车子型号的电池 当然有的小伙伴们可能不确定自己的爱车是哪一年或者哪个型号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通过自己爱车的序列号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WIN Number来查询 这边大猫可以以我自己的车子为例 给大家看看这张电池标签的截图 大家可以看到这块是从AutoZone买的Duralast电池的白金版电池 型号一栏写着H8-EFB电池 也就是说这个电池的型号是H8 后面的-EFB也就是意味着它是采用了EFB电池技术的 一旦你找到了对的汽车电池型号 那么你最需要关心的下一个电池参数就是CCA 我们也叫做Code Crank Amp 中文名叫做冷启动电流 它的真正含义是在电池零度的时候能产生多大的一个电流 这个指标相当的重要 大家在这里更换电池的时候 一定要检查自己的爱车原有的电池CCA是多少安培 比如大猫我这块电池上写的标签 是可以看到CCA是850安 那么我们在更换电池的时候 电池的CCA只能够等于或者高于850安 而不能低于这个数值 如果更换了稍微低于这个数值的电池 虽然说电池可能不会有问题 但是在多次连续的人启动后 还是可能会出现无法启动或者启动困难等问题 最后大猫和大家说说电池选购中可能常被大家忽视或者忘记的一个问题 电池的保修 大猫说在经济能力范围允许的情况下 当然买电池保修越长当然是越好了 越长的保修一方面意味着电池的制作技术或者性能更加好 另一方面也是对自己的一个保障 还有需要提醒大家的是 小伙伴们更换电池时都会忘记自己的电池有个保修期 在电池损坏无法启动车辆的时候 大家不妨先停下来检查一下电池的生产日期 有些电池的生产日期直接会贴在电池上 以月份斜杠年份来标注 有些会以长方形的一张贴纸贴在角落里 然后上面有月份的简写 下面是测试年份的最后一位数 如果这些都没 找一找电池的正负级上面 一般如果有字母和数字刻在上面的 那第一个字母那就是月份 A到L就是对应着1月到12月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是K 那也就是11月 然后跟着的是4 也就是14年 为什么我就判断它是14年 而不是24年或者04年 因为还没到2024年 所以这块电池只会是14年的 04年因为时间太长了 基本上不会在市场上流通了 最后下方的一个字母 就代表了电池的生产厂商 一般大家不用在意这个字母 这里大妈还要提醒大家的是 有些电池的生产日期 可能是由自己厂商的特殊编码 那么大家可以到自己的经销商那里 去查询一下自己电池的生产日期 并可以一起查一下 是否还在保修期里 千万不要还没到保修期了 自己就马上把腰包给掏了 把电池给换了 好了 这期大猫说车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感谢各位对大猫的一如既往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聊 拜了个拜 我们下期再见